大家好我是蒋军 因为这边我省不到那个BGM和那个我声音的一个比例 所以说这边我就不加那个背景音乐了 然后大家凑着听吧 今天打了一集视频 大家都非常的热烈支持我说要做出来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把这个视频做出来吧 也就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样的一个视频 对吧 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吧 这是一集主公局 主公局呢 那我一般是选的是草坯哈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其实有一个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控制能力哈 所以说这边我杀了 说到以后呢 木马没有挂起来 其实我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去挂这张闪电 常常有司马懿的情况下哈 因为我其实是不看人的 其实我没有去看后制委 从三号位到七号位 我都视为他们不存在 我们是一个三任局 看旁边的巨硕和蔡文基 那么蔡文基这边就直接标了反嘴了 我没有看到张春华和司马懿 然后我就挂了个闪电 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挂闪电 所以说不要逼逼我 杀张春华肯定是跳忠诚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完了以后铁锁连的是蔡文基嘛 所以说这边是一个民用的忠诚了 春华这边是一个反贼 然后孙上香跳了一个反贼 铁锁连环 顺手牵羊 锁我那跳了一个忠诚 这边丢桃的手里肯定是有桃子的哈 好然后赵鱼什么都没跳 好司马懿挂了一张闪电 然后就到我的回合了 那么在我的回合呢 忠诚已经差不多都找出来了 不好意思不要错了 所以说我判定他一定是个反贼身份 一定是个反贼身份呢 这边借鲁连是丢出来的名桃 所以说鸡兽地标肯定是能活的 所以说传出来了一张那狗 属性杀看他在他的回合内 能不能直接击杀掉张春华 这边考虑了很久去翻谁哈 最后我去翻了借斯马 为什么呢 因为翻借斯马是不想让这张闪电去转起来哈 这张闪电 我觉得主周方可能会控有桃子 但是如果我翻他翻出桃子来 或者是久来了以后 对于我来说也不大好对吧 肯定是需要炸一张闪电的 那就直接炸这张闪电去炸虽然香呗 对吧 对了我还有一点 就是在我的回合 那以后我开了一张南马 然后这边大家说我送了一张那个黑桃 我不送一张黑桃 他也是要批牌的 也是要批人的 就看他批谁 所以说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哈 然后这边 跳了 继续跳了明种火杀去怼那个张春华 对吧 这边去杀借斯马完了以后 借斯马是明的没有闪的 然后他很 他很 但奇怪 他明的没有闪完了以后 他有没有去反馈 借路逊的未知性手牌 他就反馈了两张装备 那么 这个时候 杀斯马的手里对我们来说肯定又是明的牌 对吧 然后出了一张简易马 直接去怼他 桃子已经求到张春华那里了 场上已经大概率没有桃子了 然后继续直接收了张春华 让这张铁锁便宜 让这张铁甲的便宜吗 腾甲 不好意思 场上没有无限可接 那么这张借刀是能借过来的 那果然借过来了 借过来了以后 把蔡文基压到一血 这个时候给大家讲一下我的思路哈 把蔡文基压到一血 完了以后呢 在我的回合直接去怼赵云 赵云怼死了以后 吃一个蔡文基 进一个两桌以内一煮的 那么样的一个局面 活着那间我们是稳的 没有问题哈 完全没有问题 完了以后 我特别开心的怼死了赵云 没有想到这边是一个忠诚 这个我给大家讲过哈 当时打完了以后也讨论了一下 我觉得赵云这边打的非常的有问题哈 在场上跳了一个明显的三桌的情况下 你这边一个明显的忠诚 你为什么不跳清楚 我放南蛮入侵的时候 赵云直接出了一张杀 就说明赵云手里是有杀的 他并不是说没有杀也没有杀 他如果有杀的话 就一定要去杀一刀借司马 去表明一下你自己的一个身份 因为场上已经跳了三个忠诚了 你必须要告诉那个主公你是一个忠诚 场上多出来了一个忠诚 你让我小心对吧 曹云主是非常容易爆发的 那么样的一个主公 何况说 借司马这标被翻了以后是六张牌 这个是我在这标要给大家讲明白的哈 至始至终我把那个赵云吐死了 我都没有觉得我有错 这局 我觉得我这局没有打错 巨兽直接给木马了哈 所以说这边我打的比较大胆 因为巨兽这边给木马了以后 如果我场上留一个内 一内二反 两一中一主的情况下 那我们是没有优势的 所以说我这边必须要判断 巨兽和借路讯当中 出一个内奸 完了以后再我的回合 吃菜或者是杀死所有箱 然后再杀掉一个内奸 进一个二打 二打几箱箱 二打二或者是 二打一的那么样的一个局 我们才有优势 不然的话二打三的局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赢的 所以说这边我出了一个难嘛 我出了一个难嘛 我就直接吃菜了 吃菜以后 我有一张杖八蛇毛 是稳定能出一刀杀的 这边还是防了一下 先吃桃再出杀 然后直接说了剑路许 然后又杀死了一个忠诚 这边是一个内奸 这个是给大家做出来的 因为你们都想看 所以说我给你们做出来 懂吗 这个是给大家讲的一个思路哈 就是大家如果打的话 可以不考虑就是像我那么样的突进 但是我那波就是 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比较猛嘛 然后那波的话 我肯定是要那么打的 我必须在借路讯和拘兽当中 去找一个内奸 完了以后 借路讯是拘兽是直接传了马给我了 所以说拘兽这一标 我是直接标中了 标中了 我刚好出了一张账八 一张南蛮入侵 南蛮入侵 打死蔡文鸡 完了以后再死一个类 我们进一个二打一的局 我吃蔡文鸡后面能有 就是那么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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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哈 就给大家去讲一下 完了以后 那这个我是不能控制的 对吧 因为在借赵 赵云这边没有跳明身份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就已经崩了 我出一个连弩 肯定是这么推出来的 我不可能说是先吃菜 完了以后再去吃赵云 对吧 我肯定是先吐死赵云 赵云完了以后再吃菜 进一个中中内煮 那么样的一个局 完了以后 在我的回合 自己去囤牌 活着内奸 对吧 因为如果其中有内奸 跳出来了以后 两个忠诚肯定是怼他的 但如果他不跳出来 完了以后 我是自己可以囤状态的 对吧 这边要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那么大 因为 反正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那么大 反正这时中 我都觉得没有打错什么东西 可能是我的军把水平不够 对吧 反正大家都想看嘛 我也给做出来 完了以后 给大家交流一下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局 怎么说呢 反贼都不一定打得比我好 一个场手撕两个忠诚 我觉得这事已经超常发挥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大家玩玩